哈囉 大家好 我是Kevin 之前推出魏君子特輯 很多人就在疑惑魏君子跟臥底的差異 這邊蓋文的定義就是魏君子 普遍都是那些偏討厭型的角色 表面上跟你好好啊 但背後給你捅刀 雖然還是有臥底的成分 但大多都是為了自己 而今天臥底特輯 我們則撇除那些魏君子名單角色 來跟大家分享這些人物為達目的 做了哪些犧牲與準備 有人為了和平 有人為了朋友 有人為真理 甚至也是有人只為自己為了報仇 排下最心機的復仇大忌 在接下來進入這面前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每週都會有影片與Podcast 都跟布袋希相關 如果想支持我們繼續創作的話 現在我們開啟會員制 就可以支持我們製作更多更精細的影片 現在點擊加入 還可以跟牛頭前輩們 一起決定之後的影片走向 以及收看更多獨家影片 也歡迎道友們一同投入 牛頭大軍的行列喔 說到臥底 我想不得不提這個超經典角色 異度魔界第一先鋒戰神 吞佛童子 其心機生成 在苦境潛伏時間 受一連脫身鎖住的殺戒影響 引出善性 人邪一見封禪 行走武林 隨著人邪進入武林後 逐漸壓抑不下的魔性 也讓吞佛童子再現武林 欲開啟社道 對上身為人邪期間的智友 劍邪 劍血無名 吞佛童子在這段時間 展現超酌的判斷與演技 讓殺戒被連焰所毀 吞佛幻化人邪樣貌 欺騙劍邪 反殺劍血 北京最高的心 目的心配最大脫 無同作無無標準的用感 自分一生的強強力 尤其是人凡凡人生世界之 尤其是人生命的 為此則 經時將尷射 國際無理的經程 明時 不 凶 兇兔 呜 维修鸡 我兇兴 我兇兴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吞佛的心機及判斷能力 在群魔之中堪稱上乘 只是因為人邪與劍邪的影響下 也埋下吞佛內心深處 不同漁魔的叛逆種子 只是在這之前 吞佛依舊是異度魔界的先鋒 各種話術、欺騙 讓吞佛即便面對眾多勢力針對 仍不落下風 更是第二天 九惑最為信任的左右手 在武林宮法庭等正道人士 進攻異度魔界據點 孝鵬哀時 吞佛童子會掩護九惑撤退 遭遇LAK傳說的妖森 一步連華所創糟情 吞佛童子的命運 也從死戰之後開始轉變 在囚禁期間 一步連華循循善誘 卻無法影響魔之本性 吞佛童子也因不願洩漏 異度魔界的秘密 自毀記憶 然而此刻 是全新的吞佛 更是重生的瘋禪 追尋魔之過往 更探尋佛之妙地 其向誕生之刻 吞佛十日恩師 一步連華之二體 熄滅天來來到 讓吞佛默默作下抉擇 如來之天上 惑心墜落 該是失去魔之完性的吞佛 卻在此時 被刺一步連華 說書以上內容 其實當時在看劇情的我 完全拿不準 到底吞佛童子的目的是什麼 那從背後來的一下 究竟是魔之完性 還是有意而為 就如同吞佛 一直給我們的印象 難以捉摩 也從如來之天被擊飛後 吞佛隨著連華二體 回歸異度魔界 一掌兵權 只是這時候 回到異度魔界的吞佛童子 對每項交辦的任務 皆刻意留下伏筆 在某次與中原的交戰中 吞佛不動聲色 暗中留下訊息 給予印墨霄等陣道眾人 本應身亡的霄 也在印墨霄的幫助下 脫離雪地重生 也從此時 觀眾幾乎可以知道 吞佛回歸異度魔界 是另有目的 但當時一步連華早已亡故 單憑吞佛 仍不足以抗衡 連華完全體的熄滅天來 所以在熄滅天來養傷之時 吞佛童子進行了第一次的試探 隨著一頁書 以珠魔盛氣 千年一擊 射殺異度魔龍 熄滅天來為報復 與討回顏面 怒而兵進中原 其間襲擊武林眾多勢力 與茉莉原 與六火桑龍 所率領之中原聯軍 展開大戰 殘陣無名的吞佛 此時卻伺機自戰場脫身 殺除跟隨身邊的魔兵後 開啟七佛滅罪降魔陣 並將先前天魔池前 拿到封有一部連華靈式的 連華兵巾置入陣中 而後熄滅天來 遭六火桑龍等人合擊負傷 欲迴轉異度魔界 卻遇見等待已久的吞佛童子 開啟七佛滅罪降魔陣 一部連華之魂式 亦在此時重現 從此刻 熄滅天來才驚覺的 自己中了一部連華 與吞佛排布的圈套 悲憤的要吞佛回頭 隨著一部連華 轉附於吞佛童子身上 開啟全新的 魔佛佛魔之舉 此刻 環境的人環境的 timer 遭跑 賴漫逗 diferen 不諦 yo 然而陈薯 只要迷惑 誒憑 隨著坑龍的 地心 哈 哈哈哈哈 小独 именно 天笑 美女 就在大昼進出的剉那 春佛趁洗 許彦 四川 袭滅天ぁ殲鞋 破崎 如來不悔之身 原來當初《如來之巔》的那一集 早是春佛與一步聯華 revolt 心魔計劃的第一步 雙體 終歸合一 一步聯華也因天命已盡 重入輪迴 人心 競合 母心 也齡 競合 入宿 全魔龍 改善一段時間 七天 無謀勇力 而後吞伯童子回禀酒禍 熄滅天來暫死 也因過往吞伯的戰績與被信任 酒禍並未懷疑吞伯童子所言 在異度魔界各種運勢不佳 受創的情況下 為修補異度魔龍 酒禍指派吞伯童子與銀黃金武 重新尋找魔龍之源 隨著魔龍祭天的牽線下 將魔龍帶入蒼雲山培養 其後吞伯童子密會蘇韓真 並告知異度魔界前代戰神 銀黃珠將出與魔龍再生之情報 只不過吞伯儘管幫助政道 在言談間不忘重生自己 能身為魔的事實告誡蘇韓真 過程中吞伯童子種種可疑的舉動跟話術 也讓銀黃金武起疑吞伯童子 為確鑿伯童子是否被判 銀黃金武將魔龍有意儀式告知補劍缺 讓補劍缺前往蒼雲山 查出魔源隱器是否已遭到破壞 九霍也以此質問吞伯童子 但吞伯童子早已被好說死 順利推卸責任 只不過銀黃金武的懷疑並未因此燒劍 就在雜炎計劃啟動 眼界魔龍將遭波及 銀黃金武提起遇擋竹龍之劍 吞伯童子卻在此時以攻心之際與強勢武力 重創銀黃金武 最終銀黃金武遭到暴射而出的雙龍之劑衝擊 當場本身碎骨 異度魔戒培育魔源之計劃宣告失敗 然而又只剩吞伯回歸異度魔戒 面對九霍的詢問 吞伯童子再度發揮精湛演技 瞞天過海掩蓋真相 培育魔龍失敗 九霍與補劍缺也將蒐集到餘伴的魔龍之源 灌入珠黃陵墓 欲喚醒鬼族之王銀黃珠武 隨珠武覺醒聖魔源胎降世 欲開啟萬血邪路使氣天地現世 然而秦武的死也讓珠武對吞伯抱有懷疑 之後蘇完真深入世界 異度魔戒蹭此時進軍處理員 卻與玄宗盜者莫承英率領之四級鎮所主 為抗玄宗四級鎮 銀黃珠武以秘法換出三魔將 銀黃清武射身童子及騰邪狼 與吞伯童子組成天魔鎖神官 對上莫承英獨自強稱的四級鎮 就在勝負降定之時擔任鎖神官鎮守的吞伯童子 卻在此時獻出一絲猶豫 因此遲疑 必勝的局面卻成兩敗巨傷之事 然而經此一役 銀黃珠也更確信吞伯童子已然存有異心 為確認吞伯童子反叛之時 魔戒軍師福音師 刻意將探查無罪之人的任務 指派給吞伯童子 吞伯童子前往海波浪 為阻止魔戒之神舟計劃 欲搶奸下手殺如月影 然而將死之人卻搶奸 倒破吞伯童子的心思 如果我存在意義 只需規範 如果我應早期祝禁 替祝天苗園 甘願依旧 終於不懂存在意義 你的目的 我的信念 該是其中等應的方向 用心的規劃 不要將自己消費 為確認盧月瑩所言 吞伯童子也就此緩下殺手 然而吞伯所有的行動 卻已透過世神全程監視 隨盧月影原集 萬且邪路開啟 浮現神舟四柱之一的 水之正天神柱位置 吞伯童子虧之此事 明白神舟若毀 將帶來最大災難 過往的記憶 未來的選擇 交錯的心思 終於讓吞伯童子 下定了決心 正式叛離異度魔戒 叛離異度魔戒的戰神 對上回歸異度魔戒的戰神 背叛異度魔戒之時 讓週五 決意一戰吞伯童子 兩代戰神生死戰 不僅是武力之絕 更是心機之鬥 即使在激戰當中 面對雲皇珠武的質問 吞伯童子對自己的選擇 依舊毫無遲疑 但戰神之威重視操作 面對前一代戰神雲皇珠武 吞伯童子仍得吞敗 吞伯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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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死的夾縫之間 吞伯童子 遇見流生劍影 在劍聖出手協助之下 吞伯童子 終於得以道出 心弦之命 劍聖亦將傷重昏迷的 吞伯童子 送上小船 讓吞伯童子 脫離這個紛亂的武林 吞伯童子從戰神到叛徒 從魔心到人性 重生的吞伯童子 不同於先前任務為上的魔將風貌 在一步連滑的牽引下 轉而追尋自我的心路歷程 而這臥底過程 亦是身為魔 人為和平的怨響 堪稱霹靂少數臥底戲份 占據多數的角色之一 吞伯童子 一個早該死覺再滅盡的一代邪雄 卻在一夜書闖入風水禁地後 突然出現幫助人盡喊打的肖木尊 在沒有人認識他的情況下 這個吞伯童子 四處跟人家說 我是一夜書以前的宿敵喲 聽到這句話 我想招木尊應該會想說 然後呢 你跟我講這個幹嘛 總之這位無界主 透過利益誘惑 終於招木尊聯盟 而兩人合作的第一件事情 便是聯手對付 招木尊席日的合夥同修 尹秋君 兩個未君子的友情 被問天敵三兩下 就挑撥得不留餘地 藉口問天敵呢 也為了這一對決 能夠順利證明 與表明自己力挺招木尊 義無反顧的先戰尹秋君 最後尹秋君在問天敵 招木尊合功之下 重創身亡 無憂 以無今 遺凶 以凶 以凶 在一夜書闖陣受創未遇 身為一夜書 宿敵的問天敵 這時候還不趁一夜書傷重的時候 上雲渡山找他麻煩嗎 所以在夜火紅蓮 悟森 攔阻招木尊 問天敵趁戲頓入洞中 在這邊我也就不在場了 反正大家都知道 其實證明問天敵 就是一夜書本人 所以洞穴內 如果沒有倉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一夜書自己在那邊唱雙黃 蛤?是問天敵? 哈哈哈哈 晚天 襲來 那畫面雖然沒有演出出來 但想像起來 卻是蠻崩壞前輩的形象 只能說一夜書為了瓦解敵人 以這方式來掩蓋身份 真的是一絕 後續長生殿為了對抗布老城 拉攏當時中原所有游離勢力 組成黑道聯盟 但除了長生殿 黑道聯盟中的五個人幾乎互有心結 問天敵也趁著彼此間的內訓 在蓋入狂溪鬧事的時候 趁亂讓艙帶走彈無欲之棺木 但內訓的情況也在一三天出關 以天下不武的能耐奪得猛首之位 全面與布老城開戰 此段時間問天敵配合長生殿出兵布老城 戰役中長生殿擎桌布老城泰師泰府 在主祭司準備一曲泰府 泰師腦中疾病時 只見悟森蒙面救走兩人 而當時的劇情 就是除了問天敵 悟森也跟隨一夜書的腳步 潛伏長生殿 除了幫忙掩護一夜書 更是為了蓋入狂溪的罪業 所以在身分曝露之時 問天敵也未把臥底身份 無奈親手擊殺自願犧牲的悟森 無奈親不防禦 對 Vogt 好 成功让长生殿放下戒心 就在一三天下令再度进攻不老城 兵奔两路 一三天亲自率军杀上天荒山道 招木尊 温天敌 盖入狂熙 一闯不老城地脉所在 不老神拳 招木尊一人进入政法 遭遇六贤之首清理门户 同时八卦阵第三阵启动 狂风将狂熙 温天敌两人待至一空间 这时候温天敌终于坦诚身份 要狂熙放下独刀 废去弓体 成全物森之愿 无奈盖入狂熙 宁死不渠 最终 似尽而往 从此黑道联盟也谨慎长生殿势力与温天敌 就在双城之战战告段落 温天敌透过会议得知 悔尊和长生殿联命术之间的关联 这时候百万大军再度出动 精灵风之血 施出几招 除去长生殿联命术所系关键 慧尊 就在九丧服藏布局 以示能容隐仓三连来解救 温天敌强势扑向三连 四人同时消失 就在宁散天震惊的时候 温天敌身影出现在后 此时的九丧服藏才惊觉 原来温天敌才是暗装 百事金轮诗号响起 温天敌恢复为一夜书 就地出杀一灿天 虽然在《刀论传说》也有再出的真温天敌 表现的其实也算不错 但是在这之前 霹雳泥沉的温天敌 只会徒僧伤亡 这时候化身 问天敌卧底的重要性 便凸显而出 适时提供不老程讯息 尽管祖祭司 已猜测长生殿有间隙 问天敌也透过悟森的自愿牺牲下 保全自己身份 把长生殿搞得鸡飞狗跳 把店主当场勘救 一夜书的智慧真深不可测 也把问天敌这个身份 立下一夜书化身里面最高干的一位 再来就是霹雳不带系的万年工具人 隐蔽红尘一线生 跟霹雳一哥素晗珍同一集登场 据本人所说 我差几分钟这样 真正有差几分钟 素晗珍一千集 我也一千集 冬初那不是因为我讨厌的地图 现在主角 组中煌我嘴了 所以在《龙珍圣影》第26集 与至交好友素晗珍 庆祝出场一千集的时候 才没有人记得他 但也就是因为这项绿叶特质 才让一线生 四处可有可无的卧底 也意外成就 多次害死素晗珍的最高记录保持人 堪称霹雳史上 卧底经验最丰富的超级spy 虽然有时候我不知道 一线生是素晗珍派去反派的卧底 还是反派派去给老素的卧底 你搞得我好乱 而一线生的首次卧底 就是在欧阳世佳时期 施封素晗珍以欧阳世佳下半卷家谱为赌 一线生卧底欧阳世佳 取得家谱名单 也在过程中遭欧阳上智发现 斩断四肢关入百官机密门 这时候还不会气 被抓走的好友与不顾的素晗珍 开着铁龙帆去见一线生 告诉一线生所有计划 包含自己所掌握的欧阳家谱名单 时间来自公开庭 素晗珍欧阳上智双智赌约最终局 只是想不到吧 其实一线生四肢都好好的哦 然后一线生也是欧阳上智的意思 我就问当时还有谁不是欧阳上智的意思 而那个被斩断四肢 听了老素所有计划的人 就是欧阳上智本人本色出演 素晗珍拿到的家谱 当然也是假的家谱 一线生成功第一次反害老素 但这里的剧情有一个bug 就是后来官方一直都说 一线生是素晗珍派去卧底的 但是一线生本身就是下半卷家谱的人 结果最后素晗珍 输在不知道下半卷的完整名单 而且说将计就计也不对 都知道欧阳要这样玩了 一哥也不太可能会中招吧 算了以前有些剧情也是蛮多bug 反正到最后 一线生还是充分发挥了卧底的功用 在无极殿上 努力包庇老素摸鱼 保他安全退影 策反了流星君等人 瓦解欧阳世家达成任务 而第二次卧底 一线生成为惊阳圣帝观足天的麾下大将 逼杀素晗珍 成功在天雷屏 让素晗珍贝雷披成木炭 第二次反杀素晗珍 这次更进步 是真的物理层面坑死人 观足天也心满意足地登机神武殿 最后在一线生出门修复紫霹雳的时候 神武殿就被童颜卫老人 跟十二兽人上门给拆了 其实这次卧底更荒谬 因为一线生从头到尾 真的都没有做什么有异于武林和平的事情 除了害死素晗珍 真的要解释 只能说素晗珍一死 观足天立刻大头阵发作 四柱树底 才会自取灭亡 金阳圣帝拜王后 一线生的第三次卧底 投靠了太皇军 这次一线生的目的就很明显了 终于不是坑死素晗珍 而是在开启时空圣战时 达成复活即将暂死天雷瓶的素晗珍 确保素晗珍不出事 只是时空圣战产胜 也间接的让一夜书 畏救歧路人死在八口山 而这个时期 一线生同时揭露另一个身份 是魔狱卧底的笑面钟馗 但他好像也没做什么对魔狱有利的事情 只有鼓动太皇军四处了事 结果太皇军被慈禁狼打伤之后 上面钟馗这个身份 就跟一线生一起不见 再来就是多年后的第四次卧底 本该身亡在白云娇娘的步骑下的一线生 以驱逝图的身份出现在天彻阵营 作为素晗珍安排的卧底 现策即杀素晗珍 连带害死泪痕 素晗珍真有你的 不过我们也可以合理怀疑驱逝图 这就是家怨报复吧 那个场面大概是素晗珍说 好友啊 你只能用威力5的计策哦 驱逝图表示 好啦好啦好啦 然后一个转头转向天彻真龙 驱逝图说 我这里有一个威力5000坑死素晗珍的计划 在威力5000的计划下 驱逝图非本意的让素晗珍 64个求生战的派门飞翔击杀 然后不小心的害死泪痕 一路逼杀 血染白莲 最后逼得素晗珍不得不再淋山自爆经脉 第三次成功坑死素晗珍 要不是一周年刚好乱入 素晗珍还真的会死在那个时候 这个很辣程度哦 说没有救援 真的很说不过去 后面越南方 扮得素晗珍的那个口碎 完全合理是一哥本人受益的吧 从这载天出尽量飞翔 滚舍拥兵入行 甚至中说没有变得失敬 说没有感悲万分 哈哈哈哈 好嘘好嘘 将说没有一地带旧 在北京地滚舍一路口公共 用心两口 这团根本就是黄文明 第二杯 将军舍为天赛拜军 正心祝愿 正心算计 好嘞好嘞 受欢心了 你不要再叫我军舍了 要说没有任何情婚 一如胸筋 可赐多祝福 但这次 一现身的卧底 是真的有做事 发挥发明专长 献上保甲 让天策真龙 挺过四刀四剑屠龙之战 让中原彻底团结 对付魔剑道 而且后期天策真龙七星发狂 也依靠着保甲 玉髓紧缩的特性 才让众人得以制服 降服狂容 但长时间与天策真龙作战的军臣两人 也培养出真感情来 我想这就是苏晗真没办法给一现身的吧 毕竟一现身比较像苏晗真的工具人 也因为这次投靠的太成功 让苏晗真本尊登场的时候 不时的拿出来说嘴 若真是正在出嘴公的出道 我对这个留学习 提了五分的动情 我都是站在梦的那边 后悠后悲祖神 像当年 古代军舍 听 别再说当年那段 你说你啊 我听得很烦 哎呀三个这一天 可是苏晗目标诺想起当年 可带军舍 正想的丢队一款爱 所以人至今 总是难以忘怀 呃 龙真无路 麦云无小路 我相信好友 能努力好车 一生真正路 知道了知道了 算我贴人 我望想来去处理你们高代的事情 便你弄得站在这 罪你的五六对手 在万年园丁茶同驱士图 抛弃了好伙伴似非凡人 躲过了异度魔戒 祭天地降临毁灭危机 一现身的第五次卧底 用趋势图的脸孔 化名补像机关 顶着一张杀震道效率 远向坑反派的熟悉面孔 踏入武林 这次卧底的对象 是黑海僧域的玄霄太子 补像机关用简单的献策 就迅速得到玄霄太子的重用 这次我们的哭袋滚苏 非常可惜的 没有为武林除害 四度害死肃寒真 然后就以一个异常粗浅 但砖坑忠诚的黄连土 让苏十二成功潜伏暗杀玄霄太子 就完成任务 但你以为补像机关的任务就结束了 就真的太浪费这个身份了 补像机关也因玄霄太子的死 被玄病太子 以及黑后延懒 持续卧底 一整个就是环保循环再利用 持续卧底声誉 为正道提供情报 只是用心能被玄病洞察 补像机关就被下了毒 让其顶着双面间谍的身份 继续过火 只不过补像机关 还是顶着万年不死派的光环 活得比玄病还久 脱离僧欲 就好好的跟轻衣公主退隐了 我们总结一下 纵观一线身所有的卧底 除了趋势图有骄傲战机 其他身份的卧底 几乎没有太多太亮眼成绩 但至少他都有待到人家组织灭亡的时候 算是另类的成绩吧 接下来这位 是哄哄哄哄系列最亮点 用三部剧集编排一出复仇大忌 在一处女性地位低落的燕都 入宫仅传燕仁之处 出自燕都的两手宫 以外形与定位来说 他无非就是个仇教 两手宫自出道以来 都是摆出一副嬉皮笑脸 完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位的人 但是他有处于燕都 仅次于大宗师 零以下的宫字位 也因西宫吊影王顾 被吊回宫中 但外表奇特性格特殊的他 言行举致竟是充满对大宗师 崇拜之请 然而两手宫的原生 为女儿生 是当初不是公吾后的水银儿的女儿 当年因为公吾后很依赖水银儿 被逐出燕都 且很年轻的时候便难产而亡 原名水晶的两手宫 只得吸自己两个小弟到处流浪 也在流亡过程中 两个弟弟因为饥饿而丧生 水晶为报复燕都 而请求黑碎孔雀将其变为男儿生 此后为进入烟都的他 努力获取攻击 中获宫位 却在获得宫位后 不经意露出的犀利眼神 让古灵试烟察觉被其忍弱 原本复仇无望的他 却也因逆海丛版的咒术 让他的小凉凉 可以被烟割后再度长出 定期回到烟都攻行 在这时为了报复的水晶 明白自己只能更加小心 所以利用各种猥琐形象与搞笑 再度亲近古灵试烟 也在公无后的反击下 古灵试烟表面上死于单弓之手 消息传回烟都 两手宫心里虽是欣喜 但也复杂 因为造就这一切悲剧的人 公无后也有份 只是观察许久的两手宫 也明白公无后身不由己 但古灵试烟死得太轻易 在两手宫又悲又喜的情绪下 看见其他的烟都势力蠢动不安 两手宫再度展开他的卧底报复行动 暗地化身蒙面人 向意骑行等人发送飞行 在黑醉孔雀 积极的要让杜武鱼复活的情况下 逼洋装身亡的古灵试烟浮出台面 只是大宗师却反戒这场围攻中 让杜武鱼复活无望 使悲痛欲绝的便习军 报复所有阻挠复活的人 却在两手宫化身的黑衣人提示下 让黑醉孔雀醒悟 原来自己从头到尾只是被利用的人 古灵试烟多次未死 也是因为自己练有喜脉双卷 能可避开死劫 在黑醉孔雀面前 坦承身份的两手宫 希望便习军能全力攻向取同脉 破解大宗师的喜脉神功 由自己进行最后一集 时局来自争夺灵竹四宝 古灵试烟 意骑行两人决一死战时 驻守在外的两手宫 宅亦遭受不明袭击 烟雾救援 在战败的大宗师被两手宫闯入救走后 君臣之间在这样的时刻 两人相互扶持而行 解开了过去大宗师的误会 烟雾 包吵你 叫我 与你的事在 烟雾就该紧绥构地 贸管六那些人 跟贸管较神 我贸管较人 就是对我不离不在 这是老天对国内心 卡得宽敞 我分以后 就得一心战欢 法登的背影 不收俱的困心两人 最温馨的希望 往往一生走上人 在江湖中不方舜天 最后生意到 也是将两次两分 甚至运动于自己的驾驶路 尾声 对了 台中生是东北熟金救命 哪看他在自身的小事啊 无论无法再熟金赐救 无论是赐救赐灵 嗯 这是谁的梦 才能转载这个荒高 路人的梦 无论是毕丢命的梦 运动的路人 就是这位好兴 嗯 无论是发生的人生 无论是发生的出息 哪会像台中生 这条阳明天下 运动这条 跟着运动自身的修教 真是太幸福了 回归冷窗公民 点点火光 却因突如其来的一掌 让过往的一切翻盘 梁守公仇恨的目光 与狠利的手段 一字一句的排布与怨恨 不仅震撼着古灵誓焉 更震撼了所有当时的观众 因为前面叙述的布局 都是在这一掌之后 才一一道明 原来 我找到机会 为了看你这种 展传不耕的表情 我开大 开心 因为我知道有几天 射失 也是日策 三日 就绝对不能让你 有这体气的机会 所以你的脚筒没必怕 到底不法在书间走就 也许我会够变成本 让他就算不能不胸 也爱老下骷髅 但从小里在马 然而不沉沉沉 我 甚至我这些人 都因你一梦 你说过 印度的路人没得到命 但我就要你认识之前 提出一个路人的命迹 追 英吉 哈 你 你是 追英吉 如吉 听我说的英吉 差不多会离开来 共和了 今年 就比基本上下一路 如吉 舒服 古灵 多如不准 生财 这些神价 我都不变了 最上升的品质 任自己要欺骗 我都能 起乔舞梯 欺骗自己 让你胸牌生 也了不到 我这个看不见的小人吧 我要不胸 我要令你胸煩 要进入恩徒来救 我为了变成男人 严肯入胸 我才有靠近不胸的机会 变成本生的本人 但他不胸 我只能牺牲 但一定感觉 最迫在你希望 落胸的一地争 我无恨感情 用你现在的参众感情 是谁谁滚足不修三年不分 无人要坚固 这等到一天 够滚足了吧 够滚足了吧 燕都之神败枉 梁守公也完成了他 心心念念的复仇 只是在这份复仇下 梁守公也赔了自己的一生 也许牵着身边收养的 那两个小朋友 离去燕都之时 让他想起 小时候牵起两个弟弟的时候 那是梁守公毕生所追求 最简单的幸福 但却因这荒谬的国度 让他必须得付出这样的代价 才能患得一瞬的痛快 黄昏的三人背影 没了生存的艰难 却也多了江湖的无奈 生命的悲凉 而今天分享的四位卧底 你对哪一位印象比较深 都可以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 而今天来不及细数的过程 也许后续都有他们个人的懒人包 来补数哦 也请大家可以在留言区 跟我们说有哪些经典卧底角色 必须上榜 而影片的最后 也感谢这些加入会员的 牛头大军 如果你也想一起支持我的创作 现在也可以透过资讯栏网址 加入会员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啰 我是gevin 大家拜拜 关闭影片之前 这些影片你都看过了吗 而接下来片尾 来跟大家宣传 我们即将开启新频道 听你在那边盖 未来所有关于布袋戏闲聊 讨论的podcast 都会在这频道里面呈现哟 我们会在每周日固定晚上8点更新 不定期也会开启首播与直播 欢迎观众朋友们一起上线聊天 一起把我们所有频道都订阅起来 如果想到内赞助我们的朋友 一样欢迎透过超级感谢 或者加入主频道 我是盖文牛头大军的行列哟